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2日报道,近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媒体表示,因为美国没有履行将库尔德武装从叙利亚曼比基地区撤出的义务,土耳其将可能再次对此地库尔德武装实施军事打击。 据悉,根据美图此前达成的协议,土耳其停火时,美国也应在90天内将库尔德武装势力完全撤出。 而现在实现已到,美国非得没有对线诺言,法纳有新闻表示,白宫意图在叙利亚境内扶持为政府,而美国看中的主要对象正是库尔德武装。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土耳其和美国仍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,而现在解决矛盾的重心在美国,而不是土耳其。 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土耳其没有退路,目前,库尔德武装集中盘踞在土区边境,一旦这股势力在此处建立新的政权,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人必将发起大规模式为行动。 这将对土耳其政权构成严重挑战,因此当初土耳其不顾一切,投入数十万兵力至此,就是避免这种极端情况发生。 目前局势正在起变化,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俄土一三国,在伊德利普问题上达成一致。 普丁以极大的战略定律为土耳其让步,显然相对来说,俄罗斯是一个更为可靠的战略伙伴,而美国则是更看重自己的利益。 随后,土耳其确认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,就已经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。 如果局势需要,土耳其很可能将更上俄罗斯抗拢,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三国共同带来的压力。 霍尔德武装是美国预受扶持的重要势力,现在白头盔,IS甚至是反对派武装,都已经被逼到绝路。 可以说,霍尔德武装是美国在叙利亚重新翻牌的唯一希望。 我们观察到,美国引起动作平静,而地中海依然成为美国海军的主场。 杜鲁们和航母战斗群随时在此待命,虽然美军趁其是主要针对绝利亚及伊朗局势,但一旦土耳其局势生变,美国动手的可能性同样很大。 霍尔德武装俨然已经成为美图关系再度崩溃的导火索。 接下来,土耳其是否真正出兵将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